今天是2024年的1月12号 本周大概率就是啥事也没有 大家有吗 诸二次动画的过程中 然后我们在周中的时候说 差不多本周末的时候 指数陆续会形成二次的底部动画 今天出盘 上阵五零 开始出现了日线的底部动画 上阵五零是最后一个 上一波就没有 对吧 今天有请看文章的第一张图 上阵五零 对啊 上次我们找底的时候 在这个位置上它是动画消失了 所以它算是没有动画 这儿的动画 这个动画的级别很大 尽管这次的动画的级别也很大 但是它一个加速导致动画消失了 这次的动画的级别就比较小 但这个动画级别特别大 特别的大 轻易不会消失 轻易不会消失 大概率会形成结构 以目前的速度 差不多能维持十多个角域 所以这个动画的级别是比较大的 不过这里形成了结构 3.50也有结构了 所以相当于六大指数 同步 六大指数全部有日线级别的底部动画 并且可能会有结构 比上一次的要好 第二个就是分钟线上 120分钟线也比上一次要好 指数之间的协调性和周期之间的协调性 确实是比上一次好 但交易不是事后诸葛 请看 在交易的过程中 咱们一直说 市场如果形成底部结构 既符合买入标准 只要买入 这一天是吧 咱们提前一天买的 在动画家就买的 就在音线上买的 第二次如果是形成结构的话 位置跟第一次差不太多 大家可以看着 上车指数什么时候出结构 结构形成它的收换价格 跟我们的买入价格 不会差太多 上车指数 以现在的DF值下移的速度 能维持15个交易 就很长 这个动画的级别很大 会为后面加速 不加速的话 是为能够维持15个交易 现在来讲也不好说 后面会不会加速 因为这个级别之后 这个反弹是很弱的 这里的反弹基本上是平的 做平的 但是下周和大下周 就比较重要了 因为本周是构筑二次结构的过程 二次结构的时候形成 大概率会在下周 小概率会在大下周 能理解的达一 大概率会在下周 小概率会在大下周 能理解的达一 下周呢 护身300是序列的D9 护身300啊 上车50呢 是序列的D9 周线 所以下周如果在下半周 如果是阴线出现的话 这个地点要比上次要更好 因为上次却 上次也还是不错的 但是呢 这一次呢 又多了一个周线的序列 月线的序列也在D9 周线的序列也在D9 下周阴线的话 假如下周阴线的话 并且形成结构 就是下周的下半周和大下周 形成结构都是很好的 很好的 就确定性要比上一次还好 但是等不到这一次 注意要等不到这一次 在那么好的一个确定线的情况下 就是上次 那个确定线的情况下 它形成结构 我们就要买入了 你不能说 期待后面有更好的 对不对 逻辑上不对 逻辑上不对 好吧 但如果下周是上涨的 周线序列重排 级别跟上一次差一点不多 但是如果周线是阴线 序列也起死 那么 级别要比上一次要好 上涨的周线序列一重排 基本上级别跟这里差不多 跟上一次差不多 现在来讲 就是说 从目前来看 周期性和 周期的解构性和指数之间的解构量 比上次好 但是它毕竟都处于结构范围 如果序列范围也比上一次好 那这个点就是很不错 然后 最坏的时期也过去了 我们现在就是等二次结构 等的吧 就一份 三个三大指数 月线的序列第九 目前来看 现在已经12号了 是吧 然后 明天周六 周日 十三十四 然后下周过去 就十九号 大下周就下去了 时间过得很快 时间过得很快 人正跌了一年 从去年春节 快跌到今年的春节 两个万 二二四结构 下面的时间 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 但是你满舱的选 不是选龙头五 还是选超级 我现在选超级 超级可以做 因为我上次说了 从底部起 可以做下跌时间的一半 超级的股都是有优势的 那么下跌时间的是 最近的一次 至少是一年 一年呢 你就至少可以做半年了 在半年之内 超级股呢 是大概率跑远大盘 稳定的跑远大盘 并且从过去的统计来看 是跑远大盘50%以上 就不是少了 不是少数 能跑远大盘50%以上 怎么算超级股呢 简单呢 首先保证数据齐全 然后用右键区点统计 选择去年到现在 这段统计 是吧 第二个呢 就是这个 星空雷达选 星空雷达 你可以选两个时间段 两个时间段 比方说你选一个低点到现在 比方说去年的10月份的低点 10月31号到现在 然后再选一个高点到现在 1月30号到现在 去年 就是22年的10月份到现在 和23年的1月份到现在 这是低点和高点 你可以选了两个高点 就是长期超级和短期超级 那两个高点就是 2023年的1月30号到现在 再选一个8月份 7月31号到现在 1月30号到现在 和7月30号到现在 就是1月份到现在 跌幅最大的是什么 7月份到现在 跌幅最大的事 就是长短期超级 长期和短期都超级 反正如果是我的话 我不会选择其他的股 我会选择 就低波 我说差不多 三个半月左右的时间 就低波的上升 可能我都会选择超级股数 因为在过去的历史统计当中 它是稳定的跑级大盘 非常稳定 就是牛市第一波 但是它仅限于牛市第一波 仅限于好吧 月线低时的可行 可行啊 但低11就不行了 如果出现低11 序列就失效了 对吧 序列就失效了 今天我这个客船车 放了好久不放的 旧儿 旧转序列 因为周线和月线 旧转序列要重叠了 周线如果大家周出现 序列低9 月线也是在这个月 出现低9 并且在月末 所以两个 两个序列重叠了 很少见 日线不会重叠 日线不会重叠 但现在呢 就说有点早 对吧 说有点早 因为下周如果是 两线的话 周线序列重叠 但月线序列是很难 出现太大变化的 月线序列如果出现变化 你得先收阳 然后并且涨不超过6% 那要求剩下的 两周左右的时间里 指数比大的 月线序列才会重变 这种可能性不太大 但是我也希望能够 既然都这样 希望能够 其实最好是大下周 显成结果 但是我感觉结果可能 扛不到大下周 下周就会显成 二次结果 最好是大下周 大下周就特别完美 特别完美 我喜欢超跌骨 谢谢老师 超跌骨有心理优势 你统计出来的超跌 那都是跌得无比惨烈的 10块钱现在跌到两块 这是我举例子 10块钱 别人成本10块钱 你现在两块钱买 你心理优势巨大 你想想 你心理优势巨大 完美就担心 完美就是错误 所以说 它一定不会特别完美 一定会出现 这样那样的 不如意的地方 是吧 我们上次说 那个地方也挺完美 结果它又往下来了一下 挺好 是吧挺好 最开始已经开始不完美了 是不是 所以就是 它再出现完美 操作上也不是完美 因为我们上次已经买进去了 它不存在完美了 好不好 我只是说这个地方 真的很好 但是呢 唯独那个 这个完美 总感觉某个地方不对 现在也对了 你们能理解吗 上次呢 我们感觉 这个地方 感觉什么地方不对 那这次再来一下 也对了 就是有一种 什么感觉呢 就是 西游记 大家看过吧 十多三人 就快到取经的时候了 然后呢 一算 只有81难 现在才80难 对吧 再来一难吧 正好不完美 那么能理解这个感觉吗 能不能理解这个感觉 那现在我们再经历 这81难呢 把这81难熬过去 就取得震惊了 跌的时间越长 长的时间就越长 跌了三年前吧 但是呢 就是说 假如说我们判定了这个低点 这里是最低点 那么后面呢 就是初期 牛市的初期 去年我们说 牛市初期也是一样 对今年的 就是对去年 整个也是 不判断是牛市吗 大牛市吗 震荡的上去 那今年的判断 跟去年的判断 基本上是一样的 也不判断2024年 整个这一年 是大牛市上去 整个出去 没有大牛市上去 涨涨跌跌 你比方说 我说涨长个半月 可能回收两个半月 涨500点 可能回收300点 你们能力要有所的意思吧 就是 就是他是这种 涨涨跌跌 涨跌交错的这种情况 局部上也可能是这样的 就是进三推二 再进三再推二 所以今年实际上 就是要有一定的耐心 第一波 然后看第一波力度 马上要展开第一波行情了 第一波大级别的行情 三个半月都是比较保守的 说的比较保守 三个半月 比较保守的说 日间25跌了十多年 现在它涨回来的 就是时间太难长了 那算了 624到现在就多年 07年624 现在24年 对不对 你玩都生两个了 那时候生了一个 加油 你还可以再生一个 假如 你没被你第一个 承受折磨风的话 你还可以再生一个 我是说啊 接二推三 不是接三推二 随方说 挡三个月退两个月 挡六个月退四个月 就是一浪上升 二浪回导 可能这个级别还是不小的 也就代表牛市初期 这也是正常现象 就是你不要太乐观 就是说 在这买上去之后 好能无辜涨 哭哭唱 不要太乐观 市场 在2024年 整个的一年来讲 我个人觉得 没有超级六十行 绝不牛肉 但是超级牛肉 相对来讲 大家从内心一点 就等着就好了 然后呢 2024年还是要做波段的 但是做波段呢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它处于初期 第一个阶段一定要做好 第一个阶段做好 后面就好 好吧 好吧 第一个阶段做好 后面就好 其实我们去年也是 对2023年也是这么堆赖的 所以2023年 第一波的高点 我们是减仓了 对吧 然后一直超级超级线赖 但是呢 就主要下这阶段 我们给回备过去了 但你回想2023年 你只能这么做 你没有查其他更好的应对方案 你说你持股不动 那基本上就回到原理 所以你高级地减 那你2024年也一样 就第一波高点 你再理解 也理解 因为它对应的这个回调呢 我觉得 去GPS2的回调 级别都不会太小 好 级别不会太小 所以呢 首先得找到 2024年的主要任务 首先得找到 第一波航线的高点 那么第一波航线的高点 我说 那么第一波航线的高点 现在有几个啊 有几个需要注意的地方 第一 空间定量 则出底部单日大阳线 要不然我们怎么找高点 底部单日大阳线一出 会有一个高点的空间范围 但是这个空间范围 并不是绝对的 最后的例子呢 就是2019年 2019年的第一波 也是三个半月 从1月份涨到4月份 不到三个半月 三个月 1月涨到4月 三个月的时间 涨幅远超过单阳特顶 甚至超过单阳特顶的很多 你们能理解吗 就是单阳特顶 它不是绝对的 但是它在大多数的时间里 会超市 所以我们需要看 底部单日大阳线的幅度 单日大阳线的幅度 然后呢 去定一个大概的负面范围 时间范围 我们暂定三个半月 当时空都有范围之后 市场进入到我们所说的 这个范围也就代表了 高风险期 第一波高点的高风险期 那个时候才去招定 那期间是不用招定的 也就代表了 对吧 未来呢 过年的这几个月 做完体之后 就不需要招定 你就踏实的持着就完了 还有啥问题吗 做完体之后 结婚六次生 将三个孩子 结婚三次生 六个孩子 不服了 王十都有个三岁的孩子 王十七个多岁的 所以呢 去吧 大小 这闺女历史上到八十岚了 还是师父三人 师父和徒弟三人 还有什么杠 叫什么事 大小嘴里的重大力好 没有一千多 多多年加点的 没有一千多 重大力好 一百个肯定有 是吧 这大反正就是没长大力 重大力好 就是一个字 赶紧跑 赶紧跑到底是几个字 到底是几个字 你不说师父三人吗 那赶紧跑是几个字 差点你不是掉枕了 你是真数不成数 无以内的加点法 你说你都这么费劲 还有什么问题吗 15.57分 今天还停是吧 上午我也没来一刻 说问题 上午什么情况我也没看 历史 浏览历史我也没看 就算目前来看 还可以 还可以 找到没带没找到 这超级它其实是有心理优势 不说 你说 有几个例子 就是 比如说买房子 买房子 你们单位同事 都买 在野小区买 他们买的是60块 60万 60块 太便宜了 60万 突然你房子就今年掉价了 别人都在60万买 你现在40万能买同样的户型 同样的朝向 同样的楼层 那你就有心理优势 很简单对不对 就同样品质的东西 你买的更便宜的话 你就有心理优势 所以 从股票的角度来讲 99%的人成本都比你高 99% 你算完之后 你就会发现 超级股它有这种特质 不管是这只股票 对吧 这个99% 你能选出 你能选出类似于 所有股票的 5%的前5名的 前5%的排名 那也很多了 对吧 200多只 如果你再往下选一选 你说你选100只 或者是 那就代表了什么 前2% 98%的人的成本都比你高 对吧 你的心理优势就很明显 很明显 然后我们经过历史的测算 就是 你比方说 18年那一波 08年那一波 08年那一波特别特殊 指数涨了109% 就从1664点到3478点 涨了109% 那么超跌股平均 超跌的前10名 平均涨幅是在400% 指数涨109% 它们涨400% 34倍 好吧 还是平均的 还不是说 对吧 还不是说 我们选了最高的 差不多算4倍 那么这个 就是从 但那一波 就极限压力 极限压力 这个就 就不能说是 它很普遍的 就是这波 跟08年那波不一样 08年一波 从6124跌到1664 指数跌成什么样的 大家讲讲 6124跌到1664 那你如果去年这一年 是2008年 假如说 去年的一年 2008年 去年最高是3478 如果是2018年的6124的话 那最低点 就跌到1000年以下 这叫极限施压 把弹簧压到最底了 所以这个跟 也不可能跌到1000年以下 是吧 这个跟那个 2018年是有区别的 2018年的是 跌得又快又猛烈 但是去年不是这样 去年不是这样的 去年是慢慢缓断下跌的 所以呢 你对超级股的预期呢 就不要特别的高 但是 我刚才说了一个数 大阪涨30% 超级股涨45% 超过大阪50% 我个人认为是有把握的 好吧 但是那一波2008年 是超过大阪涨30% 那还抓着超级股涨 不得讲了 不得讲了 16点02分 我们踏踏实实的 把这个底部做过去 现在能做得不多 我们已经买汤了 再等着就好了 祝大家周末愉快 咱们下路 再见